在台北市政府广场 在现场可以看到郭台铭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以及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郭柯颂三人 现在是在广场上正式的合体了 那现在七点半即将开始升旗 那郭台铭也戴上他的国旗帽 来准备升旗 那么现在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郭柯颂三个人 等于是在台北市府广场前面 形成一个新的同盟 那么三人现在站在一起 那不仅三人是合体站在一块 他们的两侧呢 其实还有各自是柯家军 以及郭家军 分别是一次排开 所以让这一次 在台北市政府前面的一个升旗典礼 变成像是郭柯两个人的 一个士师大会一样 那么现在呢 升旗典礼即将开始 我们带你来看一下现场情况 唱国歌 那么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郭台铭是将他的一个帽子 放在他的腹部前面 那么接下来 在待会卓哥演奏结束之后 来宾将会丢出手上 所有的一个彩带 那么郭台铭手上拿到的是 蓝色的彩带 而柯文哲是白色 以及宋楚瑜是 手上是拿着红色的彩带 那么他们将丢出 这个象征薄奇色的一个彩带 抛向空中跟所有的民众 来一起为这个升旗典礼 做一个结束 那么这一次呢 其实双方都带着 彼此的一个立委提名的参选人 一起来参加这个升旗典礼 所以对于郭柯颂三个人来说 这一次的一个 这一个同心的同盟呢 其实在这一次国庆当天 正式地向外界来展开 所以意义非比寻常 以上现场最新情况 时间尽头交还棚内出播 所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